欢迎收看4月15号的财经Esperso 晚上好 我是维敏 隔夜美股攀高 但今天的多数区域主要股市 却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而背道而驰 马股方面 在企多跌少的情况之下 以1387.79点币市 全天上扬16.13点 汇率方面 令吉汇率尾盘逆转下跌 对美元爆4.3350令吉 接下来有且BlackNY单元 首先来关注国家石油的消息 这家国营能源巨博宣布将发售60亿美元 大约260亿令吉的多批次高级债券 这是国有5年来首度在美元债券市场筹资 此外 这些债券认购额达到370亿美元 共取得6.2倍的超额认购率 是亚洲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券发行额之一 国有计划将所得的款项 用于再融资 资本支出和营运资金 作为正在进行审慎资本管理行动的一部分 在疫情冲击之下 大马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如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预测说 大马今年经济将萎缩1.7% 但明年经济将以9%的速度增长 是东盟五国中从疫情复苏最快的国家 另外 IMF对大马今年的预测 也比国家银行的最长萎缩2%来的乐观 不过 IMF提醒说 受疫情等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今年的失业率将攀升至4.9% 并在明年降回3.4%的水平 各大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 大马也不例外 负责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说 虽然大马只是石油小生产国及进进口国 但我国已经同意在未来两个月减产石油生产量 意味着从5月起 每天减产13万6千桶原油产量 以稳定国际油价 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